作为联盟的顶级球队,火箭已经成为联盟中的一些净旅,虽然在西部决赛上输给了勇士队,但是他们仍有机会在未来的时间里完成复仇,不过今年的NBA自由市场大门一开启,火箭就损失了两名球队。 大将,埃里扎和巴默特,而他们西部决赛的对手金周勇士却收获了超级中锋陶天斯,经过这胆子消比赶后,勇士的实力无疑又占据了优势,不过对于上个赛季的NBA最佳总经理莫雷来说,比赛被打就投降,显然不是他的作风。 在失去埃里扎和巴默特后,他紧急补进了麦产威和恩尼斯,开始约了贾佩拉,现在安东尼加盟也只差一步之遥,作为修载期自由市场最后一条大鱼,安东尼已经被老鹰队买断。 现在任领期已经过去了两三天,但是火箭一直没有官宣,虽然不少人认为杰瓜已经打上了火箭队的标签基本上跑不了,不过没有白主黑字的合同谁都不敢打包票,这样的担心并非没有道理,算上本次火箭队已经第四次追逐安东尼,第一次的时候,安东尼还在绝金队,那时候姚宁刚刚退役, 火箭因为缺把交易筹码只能傲扬心探,第二次就是2014年的夏天,当时哈登霍华德已经在球队,安东尼顺利加盟就会与他们组成三巨头,为了表示成一封田中心的大屏幕一直在播放安东尼身穿火箭7号的照片,要知道是任7号球一个拥有者正是林舒豪,去年夏天,手握,交易否决权的安东尼一心加盟火箭, 但是几个月的肥皂剧结局,却是安东尼被交易到了雷琴队,不过莫雷是为上个赛季NBA最佳总经理,他不会让球队再次出现竹篮打水一场空的局面,所以说火箭球迷可以安安心心地睡几个踏实觉,在天下安东尼后,火箭今年夏天的操作,并未就此告一段落, 毕竟大前锋安德森的大合同如梗在喉,不仅组案到球队追逐巨星的计划,同时也如同鸡肋一般让莫雷左右为难。 近日,美国媒体SpaceCitiescope的报道,消息人士透露,莫雷正在与热火商讨,关于安德森的交易,他计划用安德森加一个未来首轮千换取詹姆斯约翰逊。 现年31岁的约翰逊是侵略性持足的双能锋,像篮板,盖帽和强断都在行,但并不以得分剑场。 不过他愿意为球队贡献自己的全部能量,是一名很棒的防守球员。 火箭如果想在明年复仇勇士最好的办法就是补强,尤其是在三号位的补强更是火箭的重中之重,说白了火箭之所以补强三号位, 最为主要的原因,就是能够与杜兰特想穿衡,只有一名真正与杜兰特实力相等的小前锋火箭才会有赢球的把握。 但是詹姆斯已经加盟呼含,保罗乔治留守零停队,安东尼在进攻上是已保好手但是防守却不入流,而尼约翰逊无疑弥补他的弱点。